各位傳聞朋友,五安 今天我們發表帳委會第70號的報告 大家手上這份報告好像比以前那份單薄了 因為我們這裡最主要來說有兩個chapter的報告 我們會延遲一會才會發表 就是包括復修堆填區的報告 和第八號幹事的報告 因為這兩份報告其實比較複雜 我們也需要時間去寫那兩份報告 所以這份帳委會的報告 除了有第三章節關於融合教育和其他章節之外 其餘那兩份報告我們會在暑假之後 先證會發表 我想這次主要來說 今天我們會想說一說關於融合教育的報告 這次章節的主打就是陳淑莊語言Tanya 我給我一點引指出來 就是我們看到其實過去幾年間 過去五年間 是需要有這個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是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的 現在從2016、2017年度 其實根據審計處長的報告 是有四萬二千位的同學 是有這個特殊教育需要 而教育局也花了大概十四億的一個特別的津貼 是給這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 其實我們這個報告涵蓋了幾個主要的範疇 就包括教主或者學校是怎樣去識別這些有需要的 有學習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 我們怎樣用我們的特別的津貼 之前我們有一個叫做家庫計劃的 跟著前幾年教主推出了一個叫做學習支援的津貼 現在是有兩個不同的計劃是同時進行的 兩個計劃其實都有不同的優點和缺點 另外這個報告也涵蓋了支援融合教師的一些培訓問題 究竟我們的師資有沒有受到足夠的訓練去處理這些特殊教育需要的朋友呢 另外也有提及到究竟香港能夠不夠這些教育心理學家去識別和幫助這些同學呢 這個是幾個範疇 我想詳細情況呢我就會讓陳淑莊議員去跟你們解釋了 謝謝陳議員 謝謝副主席 我們這次都開了兩次會 都請到教育局和相關人士出席 也都我們知道其實融合教育一直有很多家長都是非常關注 那也都直接是影響不單止是教師、學校、校長等等 其實同學間的一個融合都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我們都看到就是近年近這五年正如剛才副主席說 人數大增而資源亦都增加了 我們看到剛才說的就是人數在這五年間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 而資源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 但是這個資源上面是否用得恰當 而這班同學是否識別識事呢 那這一樣東西都是我們所關注的 那當然在這個報告當中 就是現在手上這三號第三章的融合教育報告當中 其中一個關於無障礙的這個升降機設施 因為在今年年初政府就說了就要提供這個二十億元去加快整個更換或者裝置 那這個我們都是表示支持 也都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做 那當然他們也都說到相關可能在某些情況之下是有一些困難 但是他們現在都會是落力這樣去做 那另外剛才我們有幾點都是表示非常關注的 那例如剛才說過是識別 那因為現在及早識別是最重要的 就是令到那些學生可以盡早去接受需要的服務 那但是其實現在現時是有一個系統的 那就叫做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 那但是相關的資料我們認為可以可能是再增加一些 那甚至是可以令到更加多一些合適的人士是可以接觸到這個系統 因為這個系統本身是在某程度上就記錄了個別學生的一些個人資料 和他識別之後得到的程度等等 那但是我們希望這個可以成為一個基礎 讓他們可以提供一個可以追蹤到這個學生的進展 或者他的不同的程度 那這個可能是有利之後這個學生的發展 那當然我們也關注到就是這個家長是否願意將學生 他們自己小朋友的資料是提供給學校 或者甚至是由這個小學轉到中學的 那其實近年是已經比較大幅度增加 那但是仍然是不過九成的就是八成多的 那所以呢政府當然第一 他自己都承諾是會加大宣傳 那但是我們當中其實都有問過政府有沒有考慮過 就是用一種類似op out的形式 那但是政府暫時他們就不會去探討著 那但是我們都希望政府可以盡力一些 可以令到多一些家長是願意將這些資料 盡快去透露給學校 而學校也都可以是有相應的措施去輔助這些學生 那另外就是關於這個津貼 因為一直以來走出很久的就叫做家父計劃 那當中有它的優點的包括是可以 當中是有一些班和是有老師的 可能是一至到三名 那但是現在政府慢慢就想改就轉型 轉到這個學習支援津貼 就是一個現金的津貼 那但是我們看得到發展了那麼久 就是超過十年 就似乎肯轉的學校不是那麼多 那當然我們就是關注 為什麼那麼小學校願意轉 而我們的理解就是 我們都很簡單其實很表面地都看到 那就是有三十二百七十七間之中 只有三十五間肯轉的 那所以我們也看到過中 當然現金的津貼是非常有彈性 但是同一時間就帶來一個不穩定性 那就是因為正如我所說的就是 在家父計劃當中就有一個常額老師在這裡 最少都有一名 那但是在這個現金那裡 就是那個現金津貼 就是那個叫支援津貼 就等學校自己去決定的 那所以就很可能要按不同的學生數目 而他們得到就是相關的 就是要好看學校去怎麼決定 而另外呢 也都大家可能都要了解 就是關於那個支援津貼 也都分了三個階層的 那每一個階層呢 那個計法都有點不同 那但是呢 我們找到最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政府的起點呢 就是政府其實呢 就解釋不了他這幾個津貼 特別第二層和第三層呢 他那個津貼的起點是怎樣計的 那譬如說第二層呢 那個支援學生的津貼呢 每人每年的津貼額呢 在這個2016、2017年度 就是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五元的 那但是政府就說不到就是 他起手第一次的時候呢 究竟那個基礎是多少 那但是呢 他就按住 咦好像有需要的 那所以曾經就大幅增加過一次的 那跟著之後呢 就到這個第三階層了 第三的支援階段呢 就是第三層的支援學生 那個基本津貼呢 頭一至到六名呢 就是總共呢 就是拿到十六萬四千七百元 那而之後呢 就是之後那些 就是之後那些 每人是拿到二萬七千四百五十元的 那但是呢 他也有一個上限 就是大概一百五十幾萬的 那但是 也都是同樣的問題 就是那個基礎是怎樣來的呢 每名學生的需要 他怎樣計劃 計到出來呢 他也是不能夠提供一個準確的資料的 那所以呢 雖然他是有增加過 但是能不能夠配合到學校的需要 而且為什麼頭六名 就是為什麼頭六名 會有一個限額 而跟著 去到有些學校 譬如說收多些的一些 需要第三層支援的 那但是就有個上限 那也都呢 可能呢 令到呢 有些資源分配上面不公的情況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呢 也都希望呢 政府呢 他自己都說他們會檢視 那但是呢 希望呢 也都可以呢 就是參考回家父計劃的 一些優點 就是當他接觸學校啊 學生啊 家長啊 或者校長等等 老師啊 就知道家父計劃的優點 而可以呢 在其後的一個 修訂板的時候呢 或者檢討的時候呢 可以參考到 也都吸納了呢 優點之後呢 可以令到那個津貼呢 更加針對的 那跟著呢 就是這個 就是專業支援 和這個教師培訓 那當然教師培訓呢 因為剛剛今年1718年呢 就 現在變成九 就是那個叫做融合教育 或者它那個分佈呢 就包含了九種 第九種呢 就是這個精神病 就是兒童精神病 那就剛剛新加入之後呢 但是呢 在教師要上的課當中呢 就還是一個 精神病作為一個 分開的一個課堂來的 那所以呢 在教師上課的時候呢 很可能呢 就未能夠 就是在本身 他們預設的課程之中呢 他可能有些基本的 精神病認識 但是呢 對針對性的呢 都要個別再去上課 那可能呢 就對一些教師的 就是一個 他們自己 平時的課堂的安排呢 可能就構成了少影響了 那我們都希望政府可以考慮 將這個精神病的科目呢 可以專業地 納入回去 他們幾個層次的那個 那個教師培訓 但是我們最關心的 又特別要提出呢 就是也都請政府呢 就是要非常之小心去處理的 就是這個我們叫 教育心理學家了 因為呢 我們看得到呢 現在教育心理學家的那個 就是那個供應呢 其實是有限 全香港只有兩間大學 是提供著這個 就是學額 包括是港大和這個理大的 但是呢 其實坊間就有消息 說其中一間可能不搞 但是政府有說過 又有可能其他的大學搞 但是呢 他們是隔年搞的 就是大家輪著 那就學校就會輪著樓這樣 每一年就可以照顧 隔一年就可以照顧那些新生 但是我們都是很擔心呢 這些教育心理學家呢 是提供的 就是提供量不夠 那因為呢 其實無論是私人啊 學校等等 都其實很搶手的 那所以呢 我們很希望呢 政府呢 能夠盡快呢 是就著現在這個 我們見到一個這樣的發展 可以盡快安排 這個適當的人手 希望呢 可以協助到 無論是由識別呢 還有呢 提供服務那裡呢 都可以為學生和家庭著想的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簡單的每步 那不同的議員都有 是 有沒有委員有補充先 想說話 如果不然呢 我就take question 不如這樣吧 我現在開放給 下個 阿邵議員 你先說說 如果你有補充 麻煩 就我 我當然同意今次這份的報告 那 我在那個會兒 其實我也特別有提過的 就是說 對於特殊教育的話呢 就是現在 我們香港 講的 整個7.8%的學生 是需要特殊教育的 就是說 我們香港人 那些小朋友 十一二個裡面 就有一個需要特殊教育的 那其實這條數 為什麼會這麼大呢 就是 對於我自己個人來說 其實我是很有質疑的 因為他現在 他講的 將那些特殊教育的話呢 那些朋友的定義的話呢 就是他將一些學習困難啊 注意力不足啊 過度會逆症啊 子閉症啊 言語障礙啊 智力障礙 聽力障礙 肢體殘障 視覺 有問題 甚至精神病 都放在一個群體裡面 那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就是 教剛才那位學生的話呢 就是他面對著不同的問題 其實可能有些 不同的方法去做的 那尤其是一些 就是你說過度會逆症 或者一些叫做 子閉症的那些朋友的話呢 那些同學的話呢 就是他那個輕淺的程度的話呢 其實他怎樣去理定呢 其實他怎樣去理定呢 我在這方面 我覺得有一個疑問在這裡的 如果他假設他是一個 很初初 就是很簡單 或者很低程度的子閉症 或者過度會逆症的同學的話 如果你將他 去標籤化了他這麼早的話呢 就是對於在他的學習期間 對於他的家 以及自己個人的話呢 壓力其實都很大的 所以就是在開源折留那方面的話呢 就是我想其實局方呢 就是需要再重新去理定清楚了 就是你將那些朋友 我想你教一些精神病的朋友 還有教一些過度會逆症的朋友 我相信那個方式其實是不同的 那這一點 或者我特別想提一提 就是阿朱要補充的 好嗎 是阿朱要補充的 謝謝你 這個觀點是阿朱要補充的 這個觀點是阿朱要補充的 都在那個聆訊上提出過的 那還有沒有 那還有沒有 林卓廷議員 你還有補充的 是嗎 謝謝 謝謝 主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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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謝謝 主席 各位朋友有沒有問題 是 Jeffrey 報告那裏不是說了超過三成 可能是小學三年級之後才發現它是 認識到 其實這個是否因為不夠EP 還是還有什麼可以做去改善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有一些是中學才發現的 OK 我想我很弱了先說一說 其實每一個個案都不同 當然人手的問題是其中一個因素 但也有一些的小朋友其實在一個很小時候 不是那麼obvious的那個symptom 那當然是一個不是單一的原因來的 那我給陳淑莊議員說一說 其實為什麼會有一些朋友 會在三四年級 甚至更加遲才能察覺到有這個問題 謝謝 陳怨 謝謝 當然政府都有解釋 就正如剛剛剛才的副議席所說 因為有一些很可能是較遲才開始發展出 就是我們比較容易觀察到 是需要這個特殊教育需要的那種情況 而在那個時候他們都會即時轉介 或者會安排開始去做評估 但是政府都多次重新 如果是的話他們都會用一個叫做先知援後評估的原則去做 所以就稍為明顯的話 他們都會盡量先協助 跟著就去排隊評估 所以我們主要在政府那裡 就是我們也不會特別幫政府說話 但是至少我們得到的訊息 就是政府如果他們 就是我們理解 就是說學校如果覺得他們真的有特殊教需要 會先立即支援了 那跟著就去識別 但是也都真的有部分的同學 也都不是說這麼容易去識別得到 也都很可能是讀了一下書 即讀了一陣子 一陣子慢慢才開始發展出來 那這個主要就是政府的解釋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這位 上台是Alan 想問一下 就是看到那份報告 就是比較嚴厲的字眼都是深表關注 就是不像以前說要痛斥 或者譴責這些字眼 那其實是不是都反映到其實教育局 就是可能你們對教育局的那些工作 都是都會有肯定的地方 是不是都是有二中流程 那就是教育局都是有心無力 甚至是有很多問題都是源於教育局 可能在競逐內部資源方面都有不足 那就是藉由他們不夠錢去做他們想做的事 那第二就是 也有提到就是那個家父計劃 和那個學習支援津貼當中 就說你們建議就推出一個新的計劃 那你覺得這個新的計劃應該怎樣推 以及應該包含什麼內容 好 我先說一說 其實我們的各個報告 我第六年做這些報告 其實我們都是整體我們的委員一致的決定 是怎樣用的字眼 那當然如果你說 是不是各個報告都要用譴責 如果你的譴責一致 各個報告都用都失卻他的意思 那我想大家給點時間去看看那個報告 至於那個家父計劃和支援計劃究竟怎樣去改進 我想當然我們都會有些建議 不如我就請陳議員說一說好嗎 我只能夠簡單說 因為其實我們理解就是政府 當然他們就說要檢討 就是他們自己會再做 但是其實也有些家長 或者甚至有些關心了特殊教育很久的 一些教育專家 其實他們是很有看法的 這些我不敢頒門龍虎 但是至少我們看得到 對學校來說 能夠提供一個長額教師 至少一個對他們來說是穩定很多 而這些資源如果不用跟學生去競爭 就是學生還學生他們有其他的一些可以服務 或者甚至可以做一些專業的 提供一些專業的服務 但是這個長額教師可以在大部分的時間 去照顧這些同學的需要 再配合很多現在可能剛剛新增的一些 譬如是道校或者甚至是其他的一些服務的話 其實可以追蹤到同學的一個進展 會更加容易 當然正如我剛才所說 除了這個家庫計劃和現金津貼之外 其實我們都有探討過 就是那個叫做特殊教育管理系統 管理資訊系統 因為都開發了十幾年 但是裏面的訊息有 但是不多 而且能夠接觸到的也不是那麼多 當中其實在報告裏面都有包括 就是說他們那些評審等等 為什麼那些日子沒有放下去 甚至我們都有探討過去做評估的時候 包括他應該接受哪一層的支援呢 那些其實就不是那個教育心理學家做的 反而會交回到學校那裡去評估的 那這些其實可以逐步逐步去改善 而跟著再配合系統性的改變 和那個金額上面 有些可以拆牆鬆綁的話 那可能整套的檢討 就再推出新的支援計劃就會更加理想 好 各位朋友 Direct subsidies right now are only provided to public schools basically Do you think that that is not good enough and should it be expanded to direct subsidy schools or even private schools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regarding the lack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s what do you think can be done really to tackle this problem Thank you I'll just give a very brief answer first and then I will pass it on to Tanya to answer the rest of the questions Basically I think I'll tackle the issue about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s first yes I think there is a lack of resources and supply of education psychologists and of course I mean as Tanya has also mentioned just then there are only two universities which offer the course on an alternate year basis in the report I think what the government intends to tackle the issue is to recruit more graduates from overseas universities but of course the other problem we are facing with education psychologists is that there is no unified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and I think various bureaus are working on it whether we are talking about education psychologists or clinical psychologists to establish a kind of more unified qualifications I think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report is that we should extend the grant and various types of aid to directly subsidised schools this is the direction but of course there is also a constraint on the resources and I will let Tanya to supplement the answer frankly speaking we haven't really explored this point to a very large extent because I understan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limited resources so at this moment we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improve the system within all these public schools and at least to because obviously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sources that most of the parents can assess so I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use the resources efficiently and can improve the system as soon as possible so as to help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he most number of students but at this moment in fact we don't have any numbers or a number of students that are studying in the non-public schools so and I understand that the government doesn't have these numbers as well so it's quite difficult for us to predict so what we are now focusing on is simply the public schools but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can improve their system at least to assess the data an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hat are studying in non-public schools regarding the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s I think that'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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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ant and we are facing a very tough situation because we have a serious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who have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but then we don't have sufficient psychologists and I understand that their remuneration both in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in the market are quite respectable so I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a more advanced plan and to encourage the students to take these courses in order to assist the whole community thank you there are no problems there are no problems no problems there is no one in education psychologists there is no problems or must not be pedi to any specific group or need to be more we have a few variables through all of our students that we have a fact that we have a couple of students 是去做探訪的 有5%就根本就是 我們有844間的公開學校 其實每一間學校 我們都要有這些教育心理學家 去做探訪去做工作 但是有42間的學校 就是5%左右 是少於我們達不到標的 另外有沒有一些數字 關於教育心理學家 其實我們沒有正式掌握到數字 但是他的探訪日數不達標 也未必真的肯定地 一定是跟不夠人有關 因為現在教育心理學家 去學校探訪有兩種 一種就是政府安排 另一種就是學校辦學團體去安排 辦學團體去安排的教育心理學家 就不只要去一間 很可能就看一個辦學團體 需要他去多少間 他就比較專門針對地去做這些探訪 但是如果是政府那些 其實他還有很多困難的事情要做 而且他們要求探訪日數也不一致 所以政府就需要將他們的距離拉近 即是要劃一 一劃一了的話 我們看到其實應該 政府的教育心理學家 要去學校探訪的密度就會高了 所以我們估計 很可能教育心理學家 我們都會需要增加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預視得到 而且又有連續五年的學生人數增加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 因為始終都要讀兩年等等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及早預備 搞好一些課程 可以令到吸引多些人 可以選擇做教育心理學家 好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拜拜